诶 你们国旗怎么这么像 连连看啊 就是 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 就是故意敲的 怎么了 我的国旗一定要独一无二 你知道设计完美的中国国旗有多难吗 五星横旗怎么成为国旗的 新中国成立前迫切需要一面新的国旗 于是各大报刊向全国人民征集国旗方案 从开国允训到普通百姓 从艺术家到劳动人民 我们拿起花笔设计自己心目中的国旗 没过多久就收到了三千多份 关于国旗的设计方案 但选国旗可不简单 既要展示我国特征 还要简约有辨识度 还必须独一无二 选我 我符合要求 你 你这跟加拿大似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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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西方国家太像了 没特色 我有特色 这条龙八七八 这是国旗不是你画我猜 最后经过层层选拔 选出相对完美的方案 黄河旗 但它不是特别完美 这条杠代表了母亲河 黄河 我长江第一个不符啊 加条长江杠 哦 少少 我三条杠 加条猪江 别杠了 别杠了 最后这些都没选上 专家认为 在国旗画横杠 就像国土被割裂 不合适 最后在被淘汰的国旗中 发现了最初版的五星红旗 哎 这幅国旗充满了激情 哎 不行 这跟苏联很像 但如果把这个拿掉呢 就这样 一张完美的 独一无二的 中国五星红旗诞生了 看似简单 实际是细节狂魔 比如运用了几何原理 都指向大兴的中兴等等 其实设计这面国旗的 并不是什么名人艺术家 而是一名普通的同志 曾连松 他以猩猩追随北斗为灵感 用五颗星来象征国家团结 1949年10月1日 第一面五星红旗 在天安门广场上 燃燃升起 此后 中国有了自己的国旗 往后的红旗 每一次升起 都会让人感动 骄傲 这不正是我们新中的国旗吗 都是大和文明 凭啥你活下来了 开过了吧 就是 不是我太强 是你们太强 你知道为啥四大文明古国 只有中国活到了最后吗 首先 我国出身地就赢了一半 北面极寒之地 南面藤林大海 西面世界最大的高原 东面还是大海 你过来啊 你出来啊 别的文明打打虾虾搞分裂 中国相信56个民族是一家 打得过你 你就变成自己人 打不过你 把你通化成自己人 一直说自己是炎皇子孙 原来炎帝皇帝 打的是我祖宗 月飞牛逼 我是匈奴啊 那没错 不管什么民族 来到这一片土地上 都被融入怀夏文明之中 最关键的是 咱的信仰 跟他们也有巨大差异 我们人民面对压迫高喊 王后将相宁有种户 外国文明 上帝保佑 我们面对自然灾害 洪水来了就知 干害就把太阳伤赖 外国文明 我帝都爱我一次 加上后来 秦始皇统一文字 杜良恒 车同鬼 书同文 汉文帝统一思想 独尊如数 隋文帝设立科举选拔 朝代更替 也坚持记录历史 整个文明 变得越来越包容 统一 反观外国文明 被入侵后 文化文字会被抹出 印度是压根 没想过记载历史 真羡慕你 学历史应该很轻松吧 五千年来 我们屹立不倒 注视着一个又一个文明倒塌 不因为别的 就因为我们自强不息 文化统一 思想统一 国家统一 文明统一 这也是华夏 平时记忆干头要讲 现在要我 四种跑一千米 课点提提速呗 这 这样和气游都跑不完啊 提前两天练练就行了 诶 刚打错了 平时不训练 体测一千米跑出雪 如何报复照 才能起诉不断啊 首先 很多同学 为了加Bub提升状态 会大吃大喝 但 其实用处之后 胃里的食物或液体 经过剧烈运动 反而会引起 肺痛胃胀 甚至冷酷 呃 呃 呃 有些平时不怎么训练的人 会选择在体测前过度运动 我要挑挑努力 然后经验所有人 但突然运动 只会让腿部乳酸堆积 导致腿酸腿痛 哼 果然 我的腿要进化了 哈哈哈哈 而且 恢复得很慢 到了体测那天 腿肯定还是酸的 呃 呃 喂 还是我 又又来了一只上师 其实 正确的抱佛奖 没这么复杂 首先 在体测前 纠正错误的跑步姿势 体测当天 调整好心态 呼吸频率 避免紧张腿软 然后通过以下热身运动 打开关节 激活肌肉 增加肌肉血流量 我红温了 最后 最关键的就是鞋子了 脱鞋跑步 主打就是一个道具赛 跑着跑着 脱鞋掉了 半倒对手 两鞋跑步 啪 鞋子到脚后跟了 板鞋部鞋更惨 没有减震的作用 跑起来各脚 相较于一般的鞋子 安踏马赫森 在跑道上更有优势 不仅有弹科技 吸力能量 能量回馈率82% 不仅优化高纵 减少磨损 更加耐用 而且更立体 面积更大 跃动性能也更强了 而且马赫森 还有他的秘密武器 实际跑的时候 体色弯道占60% 这是超越的机会 如果把身体重心 像跑道内侧倾斜 这样的话 由于定性力 我们的速度会更快些 但很多鞋子抓地力不行 跑弯道放不开 马赫森的仿冰鞋 抓地设计 就能很好的协助 在跑弯道时 利用向心力加速 超人 物理外挂 最为致命 以上就能轻松爆体色佛脚了 现在 马赫佛脚club 还推出了经理活动 不仅可以身体体验 马赫跑鞋 获得体验资格 里面还有备战专业训练课程 接受专业指导 帮助每个人 顺利提升体色成绩 还能带话题发布动态 晒出自己体色的最好成绩 最后 你的最好体色成绩是多少呢 祝所有的小伙伴 体色不挂科 学长 体色一千米跑到满分 真的存在吗 那可是传说 想要成为短跑冠军 起码来拥有马赫Pro 没错 Pro很专业 重量比3更轻 它的液态止滑橡胶 比普通橡胶的止滑效果更好 整体更清淡 弯道超速无压力 那么在哪能买到呢 小天猫寻找安踏马赫3 一起提速变速 弯道过人 我好像撈了个导弹 我好像撈了个导弹 快点吧 你们真的是普通渔民吗 撈导弹 年军将 换卫土国领土 知道中国渔民到底有多猛吗 40年前 我国几个渔民出海捕鱼 却意外捞到一条 A77的铁鱼 这拳的 谁我害你丢垃圾啊 这枚铁鱼 其实是一枚 保存完好的 漂亮过MK46鱼雷 当时我国 恰好鱼雷技术评近期 有了这枚先进的铁鱼 我国通过运用逆向工程 研制出了鱼 七型反潜鱼雷 鱼雷技术 一下子潜停了20年 随后 渔民获得了500元的奖励 自此之后 渔民们仿佛掌握了财富密码 兄弟们 小孩抓铁鱼了 07年 漂亮国闯入我国南海 大肆口放声啊 结果就是老美在前面头 中国渔民财富民追着老 放财路 放财路 歪地 是在捣乱的吧 你才是在捣乱的吧 这是我们的海 虽然渔民传响 但是追着歪国军舰跑 那都是家常便饭 歪国船只在我国喊鱼晃道 我国渔民 忍着跑 唱面极其狼狈 让你滚 扛迷路是吧 一边保卫祖国领土 一边还把钱赚了 要知道 一个声纳浮标 能讲上千软杯币 若是烙到无人前行器 讲究一般三万元起步 这不比捞鱼香 据说有些渔民 烙到了十几米长的 老美拖叶声纳 上交国家后 按一米五万元的标准 达到了17万的奖励 估计海上的渔民 看见老美的船 撑到鱼还高兴 说到以上这些 我国渔民 还捞过澳大利亚潜艇 两次 小导弹 水下机器人 滑翔机 无人潜航器等等 感觉除了鱼 啥都能捞 太不说了 我现在就去捞鱼饼 好 看 我都要看看 谁还没有点关注 诶 宠物不忘记 但是导盲犬 那也不行 就是咬到我的你父子 别瞎说 导盲犬才不会咬人呢 你知道吗 我国有1700万盲人 导盲犬却极有200多只 为什么我国的导盲犬 比大熊猫还稀有呢 首先居然是为盲人带路 那天生腿短 脾气暴躁的 还有性格太过奔放的 就必须被淘汰了 一般能被写上的 只有拉布拉波和金毛 进入训练营之前 还要再拔一次他们的祖谱 严查祖上三代 但凡有一粒咬人前科的 因为被直接淘汰 这还没完呢 只有通过忍耐力训练 和重重难关后 以至合格的导盲犬 才能艰难毕业 往后的十年时间里 只要带上导盲犬 他们就要时刻肩负起 保护盲人的重任 帮助他们躲避障碍物 安全到家 至今为止 世界上还没有一粒 导盲犬伤人事件 拒绝他们 就等于再一次剥夺了 盲人拥有光明的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